今天这道菜你们要是学会了 不管家里面来好多客人都可以一锅搞定 不仅做法简单 吃完还可以随便加菜 找一条没得尾巴的白料去掉鱼骨 擦干鱼皮和菜板上的水分防止打滑 刀向下压斜刀30度切片厚度5毫米左右 新手可以用左手扶一下免得打滑 每天教你们一道下饭菜 遇到你们喜欢的几道收藏包存了 添好的鱼片和鱼骨放到一起 再加清水 洗掉里面的血水去除腥味 捞起来控一下水开始盐子 少许盐巴 鸡精 胡椒粉和料酒 再来点姜葱搓一下和均匀 细皮冷肉的小姐姐 即使把手套代谢免得着鱼吃给伤 最后再放少许鸡蛋馅和生粉把它剥均匀 把添好的鱼骨和鱼片煎出来分开 起锅烧油放姜蒜 豆瓣酱 焯出香味和红油 再放一小块喝个鱼鱼炒滑 咽到隔边淋一瓢鱼就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后简单调个味儿放到半边 准备点鱼捞壳豆芽和小葱 油温10到5层放入鱼骨 扎10秒钟左右捞出铺在豆芽上 再放入咽好的鱼片 扎5秒钟起锅装碗 都说点红心是清粉 不点是奔粉 但我相信这么详细的4个鱼 你们学会了都会帮我点的 再撒点酥芝麻和葱叶子 简单的炸个油 这样煮的4个鱼 麻辣鲜嫩超级下饭 边煮边吃 味道绝对巴适